法国南部城市尼斯14号发生卡车冲撞人群 造成死伤惨重的恐怖袭击后 当地警方随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和搜捕行动 16号早上尼斯警方突击当地靠近中央车站的一座公寓 逮捕了三名相信是照获卡车司机亲密追随者的涉案人 包括警方15号逮捕的两人在内 至今已经有5人因为卡车恐袭案而被捕 当中包括了卡车司机的妻子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IS星期六 上宣称对尼斯恐袭负责 31岁的突尼斯裔司机布雷勒 14号晚上开着大卡车 撞入尼斯海滨大道观看烟火的人群中 造成84人死 上百人受轻重伤